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0月2日 摩里伦斯克迪在望 周六凌晨 普超赛场率先展开一场较量 届时马里迪默将在主场迎战摩里伦斯 摩里伦斯的状态稍稍胜过马里迪默 毕竟前者最近刚刚取得联赛首场胜利 马里伦斯是一胜算无疑更高 马里迪默在联赛次轮获得首胜之后 似乎开始一蹶不振 在最近的五轮联赛 球队只有三合二负的战绩 来到最近二场马里迪默进攻端 呈现颗粒无收的表现 他们的争胜能力实在令人担忧 同时马里迪默本赛季在主场 仅有二合一负的不胜战绩 无论在主、客场 他们的进攻端表现都不如人意 赛季至今七场比赛只有六个入球 防守端则有九个失球 更为不利的是 马里迪默过去三次面对摩里伦斯 均败下阵来 这三场比赛上半场就处于落后 最终遭遇失利 有见及此 马里迪默本轮坐阵主场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中场SB查美和前锋 D足尔军因伤必战 整体表现更显攻防失衡的摩里伦斯 直到上轮才获得联赛首场胜利 此前他们是三合三负的战绩 虽然进攻端持续有不俗的演出 但是防守端一直是摩里伦斯短板 上轮联赛 摩里伦斯面对实力偏弱的阿洛卡 前者依靠曲特陈诗华和安德烈路易斯的入球 帮助球队获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 赛季至今 摩里伦斯在七场比赛攻入十个入球 其中安德烈路易斯个人斩获了四个入球 是球队封线的尖兵 加带着赢球的气势 摩里伦斯当然希望能够在马里迪末身上拳取三分 继续向上争取好的排名 阵容方面 中场J加勒高和尼高拿占宝均因伤卷琴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